欢迎收看凯莉 Channel 我是凯莉 即将要迎来毕业季了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 你想要去哪一间大学 但是害怕一个失误就不小心落榜呢 今天特别为大家整理了 我申请大学的实战经验 稳招稳打的告诉你 我是怎么进入美国博客来的 这集一定要收藏起来 随时拿出来复习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那我就先从我高中的整个timeline 时程来讲 你每个阶段会遇到的不同的事情 然后在这些着重点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是你们可以留意的 所以我大概是在高1下的时候 决定我想要出国念书 然后从高1下开始的这段期间 有两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你的课外活动 因为美国大学不只注重你课内的成绩 它会看说你课外有什么兴趣 然后你有没有去发展这些兴趣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里面要顾好你的成绩 因为高3你开始在申请的时候 它会看你的GPA 然后GPA就是看你高1到高3 这一整段的成绩 然后到升高2之后 除了需要顾成绩顾课外活动之外 你也要开始看一些标划考试 Paradise test 现在很多大学 已经把就是这个requirement取消 但如果你还是打算要考 像是SAT、ACT 那我建议是在高2的时候把它考完 这样子高3你就可以专注申请 不需要分散心理去准备考试 高3的时候大概从7、8月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要先开始决定你要申请什么学校 因为美国真的大学很多选项 这样选完了你就要开始写他们的申请作文 申请作文是超级超级重要的一块 在高3这个阶段 你基本上已经改变不了过去的事情 高3你能努力的就是把你的作文写好 然后在写作文之外也需要推荐信 这个是很容易被忽略掉 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一项 我就按照这个顺序 待会一项一项详细的来讲 高1的时候你需要非常注重的课外活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有哪一类的活动优于另外一类 就比如说体育的比音乐的好啊 或者美国大学比较喜欢去做志工啊 会担心说会不会我的兴趣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比别人差 其实我自己觉得美国大学是没有这件事情的 因为他真的着重的是你喜欢什么事情 然后你有没有投入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成就有到多高 所以并没有一项比另外一项厉害之说 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高中是数理自由班的嘛 我有做生物的研究 然后我有去参加科展 然后我另外一大类的课外活动 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相对我的英文能力是还不错的 所以我参加了很多 辩论啊 演讲啊 话剧啊 各种英文类的比赛 所以课外活动就是你从高一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从你的社团啊 学校有哪些比赛活动的机会 寻找你专长的事情 这样高三的时候你的履历不仅会丰富 你的作文也会有比较多题材可以写 那我自己我是怎么handle 就是顾成绩这件事情的 以北英语来说是80分以上 就会换算成A 我就发现我不管是80分还是95分 其实我在成绩站上看起来都是A 我就有点就是没有在追求完美的成绩这件事情 因为我有很多其他事情在分散我的心力 所以我就是跟住 让我自己的成绩可以一直在A的标准 就是至少要有80分 所以我自己的平衡方式是抽一些时间到课外活动上 但是保证我的成绩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标划考试就是SAT ACT 然后像是考托福或者甚至可以考AP这些的 基本上对多数台湾学生来说 应该都是英文比较难 因为像SAT他着重考的就是英文跟数学能力 但是其实以台湾学生亚洲学生来说 大家的数理能力都还不错 我自己的建议啦 就是SAT英文的话 真的需要多刷题 你要去找那种官方真题来练习 就是网路上或是你买教科书都会买得到 如果你买教科书的话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每个出版社的难度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去买官方的书 然后知道说官方的难度大概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说 这个简单的版本错比如说5题好了 那你实际上可能错的题数大概是在8题 你就自己加一点点 当然最好就是你找到跟官方难度 几乎一样的书籍来练 文法是要弄懂 单字多倍 阅读就是多读 实在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捷径 你一段时间没有读英文之后 你的那个理解能力阅读速度一定都会下降 再来如果你去考托福的话 我自己的经验是 你一定是先考完SAT再去考托福 因为托福的难度整体来说 比SAT还要简单一点 你先去准备难的 大魔王都已经打败了 你再回来看托福就会觉得 哦 简单很多 托福通常准备时间都会短很多 然后轻松很多 再来我刚刚提到的AP AP是什么呢 全名叫做Avianced Placement 是让你先修一点大学相关的内容 然后每年5月去考一个AP的考试 如果你考到某一个成绩以上的话 有时候大学会让你去抵学分 或者是抵一些intro的requirements 那我自己当时高中 考了生物化学跟微积分 这几个我觉得读下来 其实如果你是走台湾课纲 很像同样的内容翻译成英文 专有名词用英文再去理解一遍 其实准备时间真的是需要几个月 高一高二很忙了 我会建议可以不用在这段时间考AP 因为AP又是另外一个很耗费时间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考虑像我一样高三真的有时间都申请完了 那你再来准备然后换一些大学的学分 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没有解释到的ACT ACT是跟SAT类型非常像的考试 通常学校只会要求SAT跟ACT的其中一个 ACT就是通常练的是做题的速度 然后SAT练的是你阅读理解的能力 你就自己去两个都试试看 看你擅长哪一个就去考哪一个 选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身边所有的同侪大学居住的环境 都会就是based on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 所以当暑假你还没有那么忙 就是大概7月份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很多学校的网站去看 各个学校有名的是什么 有哪些教授哪一些资源哪一些机会是你很有兴趣的 像我当时就是我在申请前 我对各个美国大学的认识一定也不多 你一定要去做更多的功课 你去了解说每个学校的文化是怎么样 不只从学校的官网可以去找到 你也可以找不同的论坛 就有点类似可能台湾的Dcard 美国也有像Reddit之类的这种平台 去看看大家对这间学校的评价都是什么 然后每个学校他们周边的那个环境差很多 有些学校在城市有些在乡村 那你喜欢哪样子的生活环境 课的都是大课还是小课 大课可以有那种几百个人 像博客来大学校 几乎每一堂课都是大课 但如果你去一个只有几百个人的小学校 每一堂课就是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 然后你会有很多老师教授的tension 你喜欢这种的话 那你也可以based on你自己的preference 去做选择 然后依据每一个学校 申请的难度 适当的分配 难的学校有一些 然后跟你差不多匹配的学校 可以放多一点 最后就是safety school 就是你蛮有把握 以你的程度应该可以上的学校 也一定要放几间 你才不会让你自己最后真的没有大学可以念 我自己当时选的话 这整个list差不多是选大概10到15间 如果你有多余的余力 你可以选可能15到20 美国大学的申请作文说真的很悬 它是一个很holistic的view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想要知道 你适不适合他们学校 所以给他们一个更全面性的认识 不只是你的高中的活动 你的生长背景 什么事情造就你现在的个性 然后你的长处兴趣有哪些 你曾经遇过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 这些都可以是造就你现在这个人 非常重要的factors 然后你要想要怎么把这些factors 整理成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说给别人听 很像是在connect the dots 你去想一个故事 把这些点连起来 让别人看你的作文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人生中的每一个经历 每一段事情都非常的有意义 造就了现在的你 让他们觉得 哇你这个人真的是 不可多得的人才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种作文就是他问你说 你为什么想要去这间学校 你也需要做好你自己的功课 就是这间学校哪一些资源 哪一些机会特别吸引你 就例如说这一间学校刚好有一个教授 或者是有一个实验室 是在这个领域非常有名的 你就可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你以前有过什么经验 让你很想要对这个领域做深入的研究 就是你需要写出非常具体 为什么你想要到这个学校 所以这些就是你不只认识你自己 更重要的是你认识学校 才有办法写出好的作文 再来最后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重要性的一点 就是推荐性 我为什么会说它非常的重要 但是常常被忽略呢 你要想推荐性也是你申请书的一部分 所以推荐性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把你还没有机会在你申请书上写到的东西 利用推荐性这个媒介再呈现更多的资讯 所以首先你可以先想 你有哪些特质是你想要强调 可是没有地方写的 如果你要放在推荐性里面的话 谁最适合来帮你写这个特质 我高中的班导要帮我写推荐性 然后呈现比如说我的一些领导特质 但是因为就是一些小的活动经验 我没有在申请书上提过 我就可以去跟我的班导在写推荐性之前 先去一对一的谈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找他的时候 你都帮他想好了 我想要呈现的特质是什么 可以用哪一些例子来写 先沟通好的话 比较可以保证这个推荐性出来 是真的有帮助的一封信 让你怎么用一些只有老师可以写到 只有老师知道的一些小事 去衬托你这个人的特质 好那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 想让大家更了解申请大学的过程 然后不用担心自己的资讯决策是不是做错 我希望我分享的经验可以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的话 也可以私讯来问我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